9月21号正值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 在卢县6.0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 位于镇中的四川省卢州市卢县福吉镇 仍在慢慢恢复 当日十三时许 在镇上一家名为北城九家的餐馆内 卢州太昌能源有限公司抢线队的工人 才刚开始用餐 除了身穿工作服的工人外 桌上还坐着专程来陪伴他们过中秋的家人 为了让我们的村居民能够在中秋节回家 回家进行中秋节过中秋节 我们已是主持了30余人的小队 分布在我们的镇区以及周边的村镇 那么进行工期的恢复 那么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已是对我们接近300佛 200多300佛的用户 那么进行的恢复工期 所以今天这个中秋节 那么我们的一个队员已是坚守在现场 那么最燃气公司是我们赢紧的责任 所以说这块也是积极地在处理相关的事情 确保不发生次生灾害 保证平稳空气 作为周边唯一一家正在经营的餐馆 北城酒家的老板谢氏良介绍 经过建筑评估鉴定 他们餐馆可以使用后 他们才开始正常营业 由于地震 虽然谢氏良的餐馆生意不如往常 但他仍觉得他们是幸运的 据了解 为了更好的安置民众 福吉镇将地震发生后设立的21个临时安置点 浓缩成三个集中安置点 部分暂时无法返家的民众搬入了升级的安置点 安置了一千多位受灾民众的东方红廊厂区就是其中之一 我家里面就是房子里面全部都摆上了 就不能住人嘛 我们七个人 七个人搬在那边 本来开始在我们大堆那边 大里铺嘛 现在不可以在那边了嘛 我现在就搬在这边了 刚刚到这里 与冷清的镇上截然不同 该安置点内不仅有忙着搬新家的民众 也有给受灾学生发放牛奶月饼的老师 还有前来送物资 为受灾民众和孩子们举办活动的志愿者 为了庆祝中秋节 还有不少帐篷挂上了象征团圆的小彩灯 我们也送了一些礼品 比如说我们在几个安置点已经送了书包 当然这里面也讲了一些中秋的来历 然后我们也让他们在气球上 做了一些关于团圆的中秋的一些东西 团圆嘛 然后我们希望我们陪着他 然后有一个团圆的中秋节 志愿者邓书荣在正后第一时间就从自贡赶来 主要为受灾民众的孩子带来欢笑 当日上午 他们还为安置点的孩子们组织表演了原创节目 送上了小礼物 我还跟小朋友表演了节目 专门有人重温自贡 专门请了表演的人来表演节目 还送了乐片 还送了礼物 还送了灯 温自肯定就过不到山 跟家里人就过不到中秋啊山 在这个年来做工业呢 就管不到屋头 据悉自九月二十号十二时起 四川已终止省级地震二级应急响应 目前 卢县受灾群众基本得到妥善安置 地震次生灾害基本得到控制 震情发展趋势基本稳定 灾区社会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